哈囉大家好,我是愛聽鬼故事又愛驚驚的好好 那我今天要來講鬼故事 最近已經很少拍鬼故事這個系列了 所以決定來更新一個 那這次要講的鬼故事是我朋友他高中時期的鬼故事 親身經歷的喔,所以請大家好好的品嘗 細細的品嘗 故事發出在他家,然後他家的配置圖如下 好,那那時候他在家裡 就是在看電視,那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十二點 的樣子吧 我記得好像是十二點的樣子 那時候他在看電視,然後燈也很穩暗 然後他電視看著看著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啊 他的房間門口站了一個人 他就往他的房間門口看過去 就發現他的房間門口站了一個 莫名的女子 我們稱他為女性友人 他看了一下女性友人 就整齊的頭髮向前披就很像真子那樣 然後身穿白色的衣服 然後他在往下看其實發現他是沒有腳 他是跳在空中的 然後他那時候頓時就嚇到 就說 怎麼 怎麼有人在那裡 而且 沒有腳 我是不是遇到什麼 拍蜜亞 他就趕快 迅速的去他的那個 他們家神秘桌拜拜 他們家神秘桌就在旁邊 所以其實很方便 拜完之後他再看了一下他房間的門口 發現他房間門口的那位女性友人已經不見了 那隔天早上跟他爸媽講這件事情之後 他爸媽有請了那種篩工啊 或者是那些就是專門處理這件事情的人 那那個師父就跟他說 最近發生的事情可能跟附近鄰居有關 他就去跑去鄰居家 才發現他們鄰居養小鬼 但養小鬼原因不知道 所以那個女性友人跑出來亂晃 又晃到我們朋友的家裡 那當時就說那這樣子怎麼解呢 師父就說在我朋友的房間裡面弄一個八道府的八道府 然後晚上要把他房間關的密不透風 一隻蒼蠅都跑不進去的那種 然後他也不能進房間 那當晚他就是直接就睡在客廳 然後也沒什麼動靜 最後起床之後呢他就打開他的房門 就說欸八道府怎麼好像開了一角 他就趕緊跟他爸媽講 他爸媽就請師父再過來 然後他師父就跟他說 他這位女性友人在他的房間裡面 繞了兩三個小時之後才繞出去 那最後也有跟我朋友說這個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就是說他的裝潢要重新再弄 我朋友的裝潢他房間的裝潢要重新弄 那至於那個八卦陣會重新再按在他們家的地板下 然後就是買在裡面 這樣女性友人就比較不會再過來 最後又查了查 才發現說那是他們上一代祖先 應該是說阿公阿祖那輩的恩怨 那因為他們家聽說是大地主 以前聽說是大地主 那因為土地的糾紛 所以隔壁鄰居眼紅阿看不過去阿 然後那時候又跟他們家有土地的糾紛 那因為土地又牽扯到錢嘛 那難免會心懷怨恨或者是一些嫉妒心 所以就養了小鬼來弄他們 那一直到現在那個小鬼似乎都還在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在那個師父弄一弄之後就圓滿的落幕了 好的我們來講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發生在我大學的時候 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因為那時候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要帶她去看夜景 那因為我本身的體質就對這種東西有點敏感 所以當時我帶她去看夜景的時候 因為那條路是有一條岔路 那往左轉是往那條山路上 然後往右邊走的話 是往一個鯉魚潭的地方 那那時候我要往左走 那騎著騎著我就看到前方 就是蹲了一個小孩 那時候我沒有多過在意 因為距離還有點遠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那個小孩在那邊幹嘛 那時候其實八九點 所以不晚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八九點 鄉下的小孩 這麼晚 可能是在幹嘛 可能偷尿尿之類的吧 鄉下的小孩有時候會偷尿尿啊 家裡的那種廁所有人嗎 然後就跑出去尿尿這樣 所以我不以為意 那當我躍躍靠近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那個小孩蹲在那邊 而且我覺得她很詭異 所以我不經意的多看了兩眼 那最後我很靠近她的時候我發現 那個小孩蹲在那邊 她的磁場相當的奇怪 而且其實她的腳有點模糊 我不知道當時是因為草地的關係 還是因為我自己視線的關係 她腳是很模糊的 那當時我也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就沒有向那個山頭那邊走 因為我覺得有點危險 那我就直接掉頭要往市區 結果我掉頭又看了一眼之後發現 欸我跟她對到眼 那對到眼之後我就很緊張啊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對到眼代表 她知道我看得到她 我知道她的存在 這到時候一定會有市區 那我就直奔市區那種陽氣比較重的地方 那我在騎的過程中 我後面那位女朋友就跟我 一直一直跟我說 你幹嘛補上去讓我看夜景 你幹嘛要掉頭 那你現在要去哪裡 當時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這種東西 所以我想趕快去市區啊 我不想要惹事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當時都沒有講話 因為這種事情講出來 對她或對我 也不好 所以我當時到市區 陽氣比較重的時候 我才跟她說 當時我看到了什麼 那那個東西可能是不好的 那最後她也沒有 然後再跟我多說些什麼 那那件事情也就 就這樣結束了 不過事後我隔天到宿舍睡覺的時候 我發現我身體其實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我一直在發燒 然後高燒也不退 我去看醫生是退燒藥什麼的 其實高燒也不退 那最後我就是去拜拜 然後拜拜之後就是 那邊的師父跟我說 我前幾天是不是去 什麼地方看到了什麼 然後我就實話實說 最後師父就幫我解掉了 那最後這件事情就 這麼結束了 那我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 好